可能是38歲 39歲 所以我原本認為應該有四個正常 二四六八都很漂亮 但是正常只有這兩顆 這個都是已經孵化 這四顆是孵化中 好像那個小雞要從蛋殼跑出來卡住 這個小雞都跑出來了 我本來猜這四顆應該正常 結果只有這兩個正常 藍色裡正常 那這一顆比這個漂亮 那兩顆都很漂亮 這顆比它更漂亮 所以我這裡寫一個 兩個寶寶要乖乖 這是胚胎的位置 白點是胚胎 距離最裡面是1.49 1.5公分是最好 在更裡面就會容易跑到蘇聯管外孕 在更外面就會跑到子宮頸不會懷孕 所以這個位置好像有點像南投的 台灣的南投鄭中央 所以希望你 兩個寶寶 生中寶胎 我們希望能夠 不會拍到你心事 3.2.1 一次成功 不行喔 你還在做第二次 這一次成功喔 這個胚胎很漂亮 幫我拍一張照片 拍一張照片 八張都拍了嗎 好 好 乖乖 來給你 自己沒有一樣 坐 好 來 你懷孕不意外 我要跟你打賭雙胞胎 好 六十九號 我們什麼時候支支胚胎 你還記得嗎 二十九號 二十幾號嗎 二十九號 對十二九號 我這一次賭 你有拿兩塊錢來 我拿兩塊啊 拿兩塊啊 我那時候給你賭一塊錢,兩塊錢來 裝進去,我們再賭更大的 兩塊錢丟進去,前面不要派到錢 我用三塊錢再給你賭雙胞胎 我那時候跟你講,你一定懷疑,而且會雙胞胎 可是雙胞胎我要,懷疑要過三關,要給你添一張單子 先生來,今天是十幾號,十月九號 驗運有嘛,第一關,十月十六號,下個禮拜六 第二關看幾胞胎有沒有心跳 第三關,十月二三號,看心跳,這個才算是我 一關一關過,有時候第一關過不了第二關 過了第二關,過不了第三關 那你如果是雙胞胎的話,比較有可能會在十月十八號 十月十六號到二十三之間會有一點小出血 那你如果雙胞胎比較容易,在懷疑當中會有高血壓 比較容易,如果雙胞胎,但胞胎比較少 那我今天有告知,你幫我簽個名 簽我 簽你啊,就是我告訴你們兩個夫妻 這個我會貼在便利,就是我跟你講 因為有的病人願意有看不到胚腦,然後寫一下日期 明天是中華民國生日 所以我們在,我等一下會請小姐 你怕打油針會痛過敏 現在有一種新的油針是不會痛,也不會暈快 我等一下,我只給有懷疑的病人打一支 這個是不會痛打肚皮的,新型黃體素 好 來 我們倆 9月29號 9月29號 10月29號 9月29號 9月29號 我已經拉過一次了嘛 十天之後我們再拉,是不是一次成功 沒有 沒有 沒有,不用 恭喜 好 自己沒有一樣 坐 好 好 來 你懷疑不意外,我要跟你打賭雙胞胎 好 我們什麼時候支支配胎的你還記得嗎 29號 29號 29號嗎 29號,對,十二九號 我這次賭 你有拿兩塊錢來 我拿兩塊 我那時候跟你賭一塊錢,兩塊錢來 裝進去我們再賭更大的 兩塊錢丟進去 兩塊錢丟進去 前面不要派到錢了 好 我用三塊錢再跟你賭雙胞胎 好 再抓 我那時候跟你講,你一定懷疑嘛 而且會雙胞胎 嗯 可是幾胞胎我要 要 懷疑要過三關,要給你添一張單子 啊,先生來 今天是十幾號,十月九號 十月九號 十月九號 一關十月二三號 看心跳 這個才算是我 一關一關過 有時候第一關過不了第二關 過了第二關,過不了第三關 那你如果是雙胞胎的話 比較有可能會在十月十八號 十月十六號到二子殺之間 會有一點小出血 那你如果雙胞胎比較容易 在懷疑當中會有高血壓 比較容易啊,如果雙胞胎 但胞胎比較少 那我今天有告知 你幫我簽個名 簽我 簽你啊 就是我告訴你們兩個夫妻囉 這個我會貼在病例 就是說我會跟你講 因為有的病人 願意有看不到胚腦 然後寫一下日期 明天是中華民國生日 所以我們在 我等一下會請小姐 你怕打油針會痛過敏 現在有一種新的油針是不會痛 也不會硬快 我等一下 我只給有肝癌的病人打一隻 這個是不會痛打肚皮的 新型黃體素 好 來 我們兩個 9月29號 9月29 10月29 9月29 9月29 我已經拉過一次了嘛 十天之後我們再拉 是不是一次成功 沒有 還不到 不要 恭喜 好